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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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那些被遺患的木头纹理中 字幕 李宗盛 藏匿者无数的故事 字幕 李宗盛 攝影准备 字幕 李宗盛 现场准备 3 2 1 Action 1-1 Type 1 什么是细木座呢 细木座分为 初木座 细木座 还有木雕三类 初木座是建筑跟梁树等构造 而细木座则是指家具和木雕的工艺品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手工制作 布丁布损 使用损接的方式制作完成 像我们在庙宇中所建的神桌 或是以前一般人家中的橱柜 化妆台等都是这样制作而成的 虽宝工艺是从明清时期由中国传入台湾的 之后就成为了台湾最重要的一项传统文化之一 不管是在庙宇或是百姓的家中 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 那在民国50年代的时候 因为日本禁止伐木的关系 细木座制造重镇 便从日本转向台湾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台湾木产业的黄金发展时期 但是在民国80年代的时候 因为政策改变的关系 台湾也禁罚天然林木 所以在原物料减少而且工厂外移的情况下 制造的重镇便从台湾转向了中国 那也因此大家比较倾向于去购买 工厂家具的这种习惯也越来越多 渐渐的捆少人会去购买木制的家具 所以面对此况 为了珍贵的台湾文化延续与保存 台湾政府在民国98年的时候 有依照台湾资产保护法将西木座工艺登入为重要的传统工艺 并且指定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 而发展到现在 虽然西木座工艺不再像鼎盛时期一样广为人知 但还是有少量年轻的木医师 努力把它创新 让这项文化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 我们的制作过程总共分成前置 拍摄以及后置的阶段 那在填掉的时候 是我们整个制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当时为了更了解这项工艺 而且想要寻找可以拍摄的对象 我们有前往大溪去进行场看 我们拜访了当地的木博馆 然后还有一些当地的木器行 百年老店等等的 一间一间去拜访 去做调查以及询问 我们也有拜访 西木座保存李彦中师傅 但是整趟的填掉旅程下来 所有的拍摄都被拒绝了 就是那些师傅们早已退休 然后也很少有年轻一辈的人 愿意去投入这个产业 没有人愿意让我们拍摄 可能没有办法完成 这个主题我们那时候就很绝望 非常的绝望 只能回去继续开会 然后再寻找资料 万华松山甚至鹿港 我们都找过了一遍 最后是我们恰巧询问一间 位在戏纸的木工坊后 终于有人答应我们拍摄了 那意外的是 就是我们怎么样都想不到 我们绕那么一大圈 结果拍摄对象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今天是 前往梦蒂木座进行场看 了解了当地的拍摄环境 同时也进行了镜位以及灯光的测试 我们还与主角沃人斌 简单聊一下他对于产业的现况的想法 厂开完后我们还绘制了场景图 这让我们能预先规划 现场的拍摄流程 为后续的拍摄计划做准备 在画面的拍摄上我们是下足的功夫 一开始我们觉得如果单纯只有访谈 跟木座的画面的话 会不会太过单调太过无聊 希望传统议题的纪录片 可以做得更有质感一些 所以在访谈前我们先以 森林跟溪流的镜头来搭配 访谈跟木座 带领观众沉浸在我们 戏幕座纪录片的 美妙之中 调跟调色的部分 因为纪录片的素材 构成非常多元 几乎每一颗镜头 它的拍摄环境、色彩光线 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在调光调色的环节 会先把影像的处理 分成三个步骤 分别是基本的颜色校正 然后光线明暗的处理 跟赋予色彩风格 那第一层会先校正 影像基本的白平衡 跟光线的部分 让影像团圆成比较干净的状态 那在第二层的时候 我们再去加强光线明暗处的处理 最后再赋予温暖的木质调暖色系 那这个方法可以清楚 又有系统的处理 大量的细碎镜头 而且保有一定的复原性 如同日生日落 终能让这产业 发展出了一丝所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